大家好,歡迎收看夫妻廢片 最近香港的酒店真的很便宜 所以我們決定找一些性價比高的酒店 介紹給大家 今集要帶大家去位於 屯門西鐵站旁邊的月品酒店 我們現在進去 一進到酒店 我們看到有四部升降機 我們是在人間叫酒店 走一路 到外面去找到酒店 我們在那裡去找到酒店 我們是在客廳 在客廳那裡 會看到一些火車的東西 這些火車模型都蠻漂亮的 我們現在就會拿到房卡 現在我們就上去我們的酒店 大家看到這一層其實全部都是希臘式的主題房 我們今天訂的房間就是希臘式主題 應該是這裡 到了我們的房間了 不知道房間是怎樣的呢 在門口呢,左邊就有一張Princize的床來的 床尾呢,有個大電視 前面這裡 有一塊大電視鏡 下面就是一個梳妝桌 熱水壺 還有外面的 要看出去呢 下面那裡就是輕鐵站的車櫃 在前一點那裡就是西鐵站 在鏡子的對面 這個就是一個都算大的衣櫃 下面有個保險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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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邊這裡就是廁所 廁所來的 不過很漂亮 這個就是洗澡房 這裏是一個企缸 有衛生袋 有浴帽 有鹽花瓣 一次性的牙刷 炸剃刀 還有梳 有他們集團自己的沐浴露 潤敷露 身體濾 洗頭水 短毛巾 大毛巾 毛巾也蠻乾淨 下面 有個冰箱 桌面有很多插 這邊也有 這裡還有一個USB插頭位 我們的床頭這裡有個插頭位 我覺得這個設計也蠻窩心的 還有這裡可以控制房間的燈 我們躺在床上 看著電視機也不錯 電視機可以上到網 在Youtube公文是正常的 咦 我們現在就上去上面的健身室 好嗎 其實它的升降機呢 都弄得挺有特色的 四樓就是健身室和水療中心 五樓就是育童內 四樓就出來了 那朵就出來了 乘客 好意思 哦 這間延伸室也比較小一點 然後我們就上去看一看兒童遊樂園 兒童遊樂園在這邊 開關時間 如果有一家大小過來玩也不錯 這個會不會真的很可愛 他當自己是一輛跑車在跑道上奔跑 車場是車場 到我走的時候 我妹妹還不走 我們這一層還有一個二座洗衣房 這裡就是自助洗衣房 但是這裡就有點貴了 40元就洗一次 乾衣也是要40元 就是total洗一次衣服就要80元 我們這張卡是拍不到的 我想要下去樓口跟他說要用自助洗衣房 才可以拍得進去 大家好 我們現在就已經住了兩萬酒店了 現在就準備checkout了 就我們這兩天居住的體驗來評一評這間酒店的分數 我們會以六個元素來評解一間酒店好不好 這六個元素分別是 價錢、位置、員工態度、設施質素、網絡速度和睡眠質素 價錢我們就會給四顆星 我們用了590多元就預約到兩萬 價錢都真的挺便宜 位置我們就會給3.5顆星 我們測試過由酒店走過去西鐵站 其實都是三分幾鐘 想去其他地方的話都不是很難 但是它的位置位於屯門 附近都沒有什麼景點 所以我們就給3.5顆星了 員工態度我們就會給4顆星 check in check out 的時候員工態度都不錯 而且他們員工見到我們的時候都會和我們打招呼 在酒店設施質素方面我們就會給3.5分 因為這間酒店都比較新井 裏面的設施有瓶屋、餐廳等等 還有洗衣房 扣分的位置就是 這裡是霧榮池 以及瓶屋的設備都比較少 在網絡速度方面我們就會給3.5分 我們總共測速了兩次 上載和下載的速度都是10m左右 對於我這種只是上網 玩Facebook和IG的人是絕對足夠的 不過偶然都會有一點點力 但是如果你好像我老公這種 經常都要剪片和上載東西的話 那就有點慢了 最後睡眠質素方面 我們就會給3.5顆星 在這兩晚我睡得很好 但是我老公睡得很差 可能是因為冷氣聲太大 還有偶然會聽到一些水管聲 幸好床和枕頭都幾舒服 所以加分 最後在30分裡面 它是拿到22分的 分數都不錯 大家如果來旅遊 或者星期六日不知去哪 不妨考慮這間酒店 今天條片就到這裡完結了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讚我們 還沒訂閱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們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我們一出新片 你就會收到通知 我們下條片再見啦 Bye